一天不撐就朋友的一天了 真的对于我这个 又爱吃鱼又爱吃辣年来说 这碗鱼粉真的就是致命的药 我先以为的 是那种小的 你会给我来一笼 幸好幸好 哈喽我是Danny姐妹们 到成州了 之前我们不是在长沙吃的那个鱼粉吗 我当时就想 我一定要到当地来吃 走吧 我饿好了姐妹们 就是这一家 要一个小碗的鱼粉 要特辣 我吃的挺辣的 特辣 特辣 别乱当 葱花 葱花 再来一点酸萝卜 其实没了 哇撒 姐妹们 这份辛辛烈烈的鱼粉 终于就现在我面前了 好香啊 哇 昨天就是刚到的时候 我就随便在我酒店后面吃了一家 我就觉得好好吃 今天这个更好吃 而且我觉得他们家会更辣一点 好喜欢它 好喜欢 而且它这个粉性那种比较软弹的 太棒了 来吧 浸满辣油的葱花蛋 这个蛋真的很稀致 他们家这个蛋没有我昨天吃的那家蛋好吃的 它比较薄 越薄它就会越吸那个辣油 我昨天吃的那一家 它中间就是那种有厚度 像一个蛋饼一样 好好吃 这个还要再加一碗 咖啡 鱼肉 不知道是什么鱼肉了 小碗再切一块 好便宜 好便宜 好安逸 天不称就朋友的一天 我刚刚过来还买了米饺 等我把这部车给你们看 买了三个 我真的我幸好只买了三个 你看它一个肉这么大 这个是 好像是笋 落落的 五 tongue 滤 好吃 好好吃啊 哈哈哈 米饺 过敏私利它外面的饺子其实就是用米做的 我觉得跟我们四川的那个叶尔巴 这个口蛮比较像 但它的这个外皮会稍微硬一点 这个是咸肉 咸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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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把汤喝干 碗底还有一块肉 再帮我烫一碗蚂蚁 还是小碗 饿了 哎 这个我想偏偏都吃到它 好烫 心急吃不了 热鱼 汤底真的很鲜 而且就没有一点鱼的腥味 好烫 咦 好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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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最后一个把它吃了 这个是香肌肉的 这个米饺是两块钱一个 没啥还是挺划算的 我先以为它是那种小的你知道吗 我就给我来一笼 笑死了 然后当姐姐给我看有多大一个的时候 哎 幸好 对肚子来看 哎呦 我知道了 这个粉的口感像蓝葱米粉 我口感很像 酱油 酱油 鸡蛋 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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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好了 下点醋 哎哟 好像倒多了 他这个醋 这个醋好好喝 就是那边产的成都成醋 我看到了我们先写的 好吃 刚吃米饺的时候我就再倒一点醋进去 我先大多喝一点醋 他这个醋很清澈 它们颜色是那种比较透光的 那我们见识米饺子先再见 拜拜 他这个瘦同款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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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